嗨,我是一位攝影師 我是一位攝影師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檔案需要傳輸 就需要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然後從電腦傳輸到硬碟 或是從電腦傳輸到另外一台電腦 中間就需要一直傳輸到硬碟跟電腦之間 那硬碟的速度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目前使用的就每天日常使用的就是這個 傳...傳...傳...傳蟲 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所以我們常常會傳輸非常非常大量的檔案 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然後從電腦傳輸到硬碟再從電腦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常常會傳輸非常非常大量的影像 然後...檔... 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會常常傳輸非常大量的資料 就是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從電腦傳輸到硬碟 然後再從硬碟傳輸到電腦 各種傳輸 那我現在目前傳輸的日常 就是用這種傳統的2.5吋硬碟 然後就是外接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從各種不同的電腦啊 或是各種的裝置 傳輸到另外一個裝置 那這個需要花時間 就每一個傳輸資料都...速度不是很快啦 就是你每一次傳可能就要二三十分鐘 你就要等它在那裡傳 然後就是一個不長又不短的時間 非常非常尷尬 那它的速度也沒有快到可以說 你如果拍影片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硬碟來剪輯 就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它的速度沒有那麼快啦 就是你影片剪輯會卡頓 所以我電腦裡面裝的全部都是M.2 所以你要剪輯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裡面的M.2清空 也不用清空啦 就是如果有足夠的資料 足夠的位置可以來剪輯的話 我們就把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丟到我們的M.2 不管是筆電或是桌機的M.2來剪輯 或是處理這些影像的部分 那這個中間的傳輸速度 我覺得需要再剪短一些 所以呢我們今天有兩個產品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就是有點像是升級嘛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在傳輸電腦跟硬碟之間 還有我們今天這兩個東西 理論上就是可以直接插到電腦 不用再傳到我們電腦裡面的M.2 就可以直接從外接的這個小小的硬碟 就可以來固態硬碟就可以來剪輯 那這就是我們的Crucial P2 就是MVMV M.2的Store 就是SSD啦 2T的 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最大的2T容量 然後是價錢最便宜的 而且是我有看過的品牌 美光啦 就算是大牌吧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ROG 這一個呢 是我們的SSD的外接盒 就是裝一個M.2 就是我們把這個Crucial 直接接到我們這個外接盒 然後這個外接盒 就可以用Type-C直接連接到我們的各種裝置 像是平伴手機也是可以 那我們就來速速開箱吧 那我們就速速來開箱吧 然後來 那我們就速速來開箱這兩個產品 然後我們就來實際使用 測試一下 看看到底是速度多快 還是 好那我們 OK 那我們 好那我們就直接快速來開箱這兩個產品 然後來測試看看 到底它的速度是多快呢 到底有沒有升級 明顯升級 還是 我根本就又在浪費錢呢 好 我們先開 好我們先來開我們的 好那我們先來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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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先來開箱我們的ROG Strix 好那我們先來開箱這個 ASUS的ROG Strix Aerion 這個Lite版本 就是 簡配版本啦 就我覺得就是一個外接盒嘛 也不需要太多奇怪花俏的周邊 好我們就來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所以 一打開裡面 就有什麼 OK 所以一打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ROG Strix Aerion 哇賽 真材實料 整個是金屬耶 哇賽 硬邦邦 我以為它是塑膠 結果它是金屬 感覺非常紮實 非常真材實料 好接下來裡面有 OK所以盒子裡面還有 還有附 OK所以盒子裡面還有附 OK所以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根 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根SIM卡卡針 因為這個ROG Strix Aerion它的特色就是你用一個SIM卡卡針 你就可以把這個硬碟和這個SSD Aerion OK OK 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SIM卡卡針 因為這個ROG Strix Aerion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免工具 免工具嗎 就是用一個